- 欢迎收看乐团火,今天非常开心,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任江达,阿达,阿达好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也多亏有这一系列乐团火的病电室纪录片,我们才可以见到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现在白发藏藏,我有点不太习惯 好,不过这个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正题 也要借重一下你的回忆和记忆力 水晶唱片绝对是在整个台湾音乐产业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就在于它让很多今天在线上玩乐团的人打开了他们耳朵的视野 很可能就是从水晶唱片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 你当时撒了那一大片种子,包括我在内 如果没有水晶唱片那一系列的新音乐的系列的东西 甚至你们也找出非常本土的原创的作者、歌手、乐团的成员 去发表自己的作品 还有这个,搬了两届吗?新音乐节 搬了四届 你看那是一个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讲 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 只能透过像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他们 帮我们讲一讲吧 你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热情或者是毅力 或者是一个动机去引进这些音乐 甚至去办的音乐节这样的活动呢? 我想大概是自己吧 就是觉得为什么70年代60年代后了 全球都在进入到新的音乐次序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 刚好我想你大概也认识陈岗辉 他有港桥身份 所以他必须要每隔一阵子就回去 后来的时候他就会带一些 尤其是欧陆跟英国的一些新的音乐资讯跟唱片 那个让我有非常多的感触 虽然我在之前也是在保底金系统唱片公司工作 那经常也会收到一些sample 那一些sample有的是来自非洲的也有 不同地方的sample 是 都没有像陈岗辉带进来的 尤其是Ruptuary系统 应该是进入到后旁过的时期的时候 Post Punk的时候 尤其是Joey Division给我的印象最惊吓 所以就因为那样的心情 我觉得说应该把这样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只是办了一些小型的唱片信场会 透过介绍大家没听过的音乐 其实形式上有点community 就是一种社群的感觉 那伴着伴着就开始 有些听众也觉得说 他希望可以拥有到这些 material 包括说黑胶或者什么 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小的进口动作 慢慢开始透过进口 每次的活动必须要介绍一些乐团的背景 所以小型的刊物也出现了 从Vox Club变成要文科 那一路就到唱片公司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纯粹 纯粹为一个乐迷的心情 那自己有那个机会接触到新的资讯 不像现在的网络时代那么的方便 所以也这个同理的角度来看 是认为说应该让其他有对于新的事物 或者新的音乐的流动有兴趣的人可以去 可是阿达你听我这样讲 我想说对不对 很多听音乐长大的人 大部分可能选择去当乐手或歌手 那有一部分可能就去学着比如说乐器 不管是麦乐器、经销乐器 或者是交谈乐器 这样子 可是去搞个唱片公司 或做杂志的这个不太多吧 你为什么会选这一个选项 对啊 那个时候我们是刚好衔接所谓的 你有认识的朋友你要高垮他的话 就这样去出版 出版一页 就可以高垮他那个时代 因为大部分的人对音乐 尤其是抛头露脸的这个行业 还是觉得在那个时候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是比较累 所以有一阵子有极大的挣扎 可是后来是因为你接触到 每天每天在接触到的 除了音乐之外 一起工作的那些人的时候 会觉得说是proud 其实并不是一般人认为说是音乐 只是属于一种细致的身份而已 它应该是某种承载特别的社会信息 有一种 不管说有一种community的形式来传播 或是等等 它应该是再度被肯定 再度被认识的一个行业 而且你引进没多久 你就开始也找本土的创作的人 来认自己的东西 不服输 你这个步伐也比别的唱片 就是快很多 找很多 应该这么说 就不服输 就觉得说是 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们不能 所以就是一个假说 万一说是在台湾也有很认真的 对现存的音乐环境 或者音乐的内容 不是那么的满意 可是苦于没有出路 或者没有平台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所以第一届虽然是 跟我们在想的标准不太一样 可是还是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的表演 艺术家 包括我们从香港前来大名一派 那个时候他们也正在underground的时候 或是后期他们非常出名的时候 包括赵船还在红十字的身份的时候 然后学阅 然后像那个 那个bomgentiff 所以等等 我记得还有黄韵玲跟季宏仁 那时候我们的概念 好少喔 对我们的概念就是因为他们用synthesizer 还是第一批也是 大概第一个组合是用 用合成乐器 来表达新的音乐模式 所以那一件我们也请套教卿来帮我们做出执 刚好都是一批音乐人 也是有很多的电台的出执人 然后共同去想象说 这些是你怎么去接触认识 然后把他邀来的 你是用什么管道介绍吗 因为那个时候我大概已经做了 有将近三年的唱片 所以过程中也认识了 有一些人脉的 人脉啊 那在聊天的过程中 可以感受到 他们对于这样的新的趋势 有没有特别的敏感 所以那个Robin Gong啊 狗外族 对对对 像现在的名字都记不起来 不过就是大概 就是我们一开始都请这些人 来给我们很多的意见 也包括他们代理的唱片 有比较朝向New Wave 就是Post From 那种情绪的 他们也会主动的提供 是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共同的力量 这样讲讲你还多管齐下 引进音乐 然后找这些本土的音乐 或独立的音乐工作者 然后也办刊物 然后办音乐节 你不是只做一件 你是同时好像好几件 多管齐下的做 现在想起来 你是体力过太旺盛吗 还是怎样 大概用现在的人的说法 大概是过动 对啊 而且这过程当中 他们不会有比如说 资金不足的时候怎么办 或者是资源不够的时候 要找谁帮忙的问题吗 有啦 可是就是都是冲动在先 冲动在先 事后再考虑 接着下来事情 对人生除了结婚买房子 需要一点冲动 像你这样子 很多的冲动 对啊 对啊 而且音乐节当初是办在那个什么地方去 龙兴花园的 没有 其实我们世界地点都不太一样 第一届我们是在宗宵东路 宗宵东路跟那个敦花路的十字路口 摸一栋楼 摸一栋楼 楼里头 是in house的音乐节 所以大家都对于那个鼓的噪音会有多大影响 都没有估算过 那天我刚好下来买饮料 然后在一楼的时候听到整栋楼都是在震动 天啊 第一届好像是在中华路 中华路 那个今日百货还是什么 然后第二届是在那个刚刚在讲 中华路口 中华路口 然后第三届在台大 第四届在政大 第四届我们那一届就把它定名为 World Music OK 像Peter Gabriel他们那样做 对 World Music and Dance 我们的概念 所以每一届 现在想起来好像都有特定的主题 当初我们没有想到它应该是什么 我事后再看那个 那个过程的时候 好像每一届都有不一样的 所以这样回想起来 你还真的做了蛮多的事情 对啊 现在还 因为你做这事情是比什么海洋音乐季春 还要找好多年 而且户外室内你都玩过 不过那个时代最困难的就是乐手不多 第一年的时候 找一个鼓手在台北市就非常困难 找乐手 好不容易找到小白 小白来说帮那个 那个 张志强是Double X 是 小白是帮那个 令韦哲他们 哦韦哲他们 对 对韦哲他们有一个group 对 连练习的地方也非常困难 是是是是 其实很多我们现在熟悉的歌手 或乐手乐团 你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找到他们 比如说那时候还叫吴俊宁 对 对 你就已经找到他了这样子 你是怎么找到他了 嗯 就是我们在第二届还是第三届的时候 就对外公开说 我们希望可以再找到年轻一点的音乐人 是 在一些乐器行啊 一些练团师啊 张天 所以你是在乐器行遇到他的 所以他们是看到那个 哦 然后跟 他好像是跟周志华一起来 哦周志华 对对对 是是是是 周志华带着他来 周志华也参加 嗯哼 嗯哼 那个时候 而且就留下了他的小人果 他最初最早的一个作品 对 所以刚刚刚刚刚刚形容过就是 永远都冲动在先 所以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 还没有听到他们的作品 也不了解说 到底可不可以变成 变成录音作品之前 就决定要出一 出一张是这个贺奇 所以那张合计的名称就完全走掉了 然后后来真的完全都走掉了 那张效路如何 不是很理想 不是很理想 哦 因为你知道你那时候也办很多 就是陈鲁你刚刚讲的 你也办讲座 你也想让更多年轻人知道这些东西 你觉得你当时做的这些事情 有后来有达到你一起的效果 或你想要追求的那个影响 其实一开始就没有设定任何目标 或是我们希望可以得到什么 没有所谓的KPI压力 对 所以做的作者 进入到正式的唱片公司的时候 慢慢就开始会有一些压力 是跟业绩之间会有什么牵沿的 嗯 比如我们有一阵做了非常多的进口的业务 嗯 所以我们在进口之前呢 都会对这样要进口的品牌 做事前的介绍啊 到我摇滚客啊 或者到过我们在发的DM 哦 这样采购的量很难抓吧 哦 对 那如果存货过多的时候 仓储不是压力很大吗 对 后来这个水晶在结束的最后一天 我发觉我是非常非常好的仓管人 到最后我都可以控制那个库存 哦 真的啊 大概是在大概在5%以内 哦 那你很强啊 对 我大概每天都会在仓库的巡 然后 然后每次要追加货的时候 大概是三卷五卷的这样追加 OK 那天下班之前就赶快把它包一包 到工厂去收磨再回去 所以大概都是维持那样的状态 所以跟库存之间的关系是 我的印象里头占有很大的 很大的利益 是 是 所以你那时候也直接面对消费者 很近距离的跟他们互动 因为你办讲座 对对 你办活动 你现在回想一下 你从他们当时的需求啦 发问啦 提问啦 跟你的对谈之间 你在他们身上找到 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要什么不是很清楚 可是回想 回想进入到90 90末的时候呢 在Internet的世界出现一个 一个新的名字叫做Persumer 就是同时他是Producer也是Consumer 后来发觉我们的 我们的消费者里头有非常多 这样的性格跟这样的 这样的后来变成 包括说是 原先是跑到春那去听那个 我们第一年他们去的是去玩 去玩 然后第一年去听他们表演的 第二年上去表演 第二年上去表演 然后开始他们也在 在歌几年以后 我以前也是消费者 我现在也是在 这不是很像 你为什么去看了 Sex Pistole as the Clash 表演的 后来全部都去组了 各个不同的乐团的意思 很像 是啊 我今天不能再重复再讲 那一句就是community 这是 这是 应该是一种非常有趣的 music community 所以 我们现在非常慌张说 这个景气不好了 这个产业不好了 都没有人买唱片 可是那是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关系 跟这个音乐之间的关系 设定在一个东西 叫做钱 所以除了钱之外呢 我们跟他的关系 是完全都被抹炸掉了 所以你会再 再跟你的作品 作品跟这个 音乐之间的关系 永远都第一个问说 到底可以卖多少 或者我有没有市场 可是回想早期的时候 不是那样 是因为有那个community 顺带的就觉得说是 我想发售他 或者有人喜欢 所以我要卖这个事情 所以 我们大概要回过头去想 就是在90 非常快速的全球化的过程 你们大概没有办法感受 我是非常强烈的感受 就是90是开始全球化的过程 国外的一些公司开始 壁购 那因为往外走 所以变成 你们现在也大概年轻人 也都忘掉了 叫五大集团 那个集团就是 就是把所有资金 跟市场垄断在手上 他才有办法 在那个时间 是往全球 然后再来又是泡沫 时代的开始 所以90 为什么台湾的唱片 会那么好 是因为大家手上都有钱 那个钱不见得是 真的是赚了 而是开始有非常多的信用卡 有金钱游戏可以玩 所以我觉得90年代 台湾出现了一批 我所谓的这个新的中产 那这批中产呢 是因为父母那一代的时候 透过这个外销 赚了很多钱 所以他进入社会了以后 他并不需要债钱的事情 有太多的压力 是 可是刚刚我们在谈的就是 台北Calling 很多很多的人 已经进入到这个 这个城市的Bassel 完了以后 有非常多的不适应感 所以滚石跟飞碟在那时候 提供非常多的是 是这个都市音乐 是 清啊 爱啊 对这些孤单的 是 非常的Conservative 可是也非常奢华 所以90年代进了很多的一些 一些名牌啊 或等等 所以那种孤狸跟苏狸的感觉呢 在那个时候呢 就也造成这个 账面市场的消费族群 是一群非常 你觉得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吗 对对对对 在那个时候 90年代甚至是第一次资本密集 连做音乐的人都今天为止都 都都觉得 为什么会在902000年 那一段时间 会有这么大量的 而且是很剧烈的变化 对对对对 你可以想象 那时候电影是为了卖唱片的大型的名牌 是 Black Dance 对对对 Black Dance 对对对 Full Loose 所以 这样一说到底有几分道理 对对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是 在特别我们回到80那个时候来讲 是因为在当时 我们不太有所谓的音乐文字可以牺牲 进口杂集本来就不多 中文性的音乐杂集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 连报纸 报纸可能不用讲也不太有机会碰到 当然90后慢慢会出来 可是你办刊物这件事情 就把音乐文字 拉到一个新的高度 就是 年轻人原来可以在这上面得到一些 他没有想过的角度 或他不知道的一些知识性的东西 你这一块又是怎么去更云他的 没有第一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们没有足够的写 对也没写手 尤其音乐的critics 是是是 所以同时间我们的心情 大概是跟说是鼓励新的创作人 是同样的这个视野跟心情 鼓励新的人来写新的 你怎么找到人了 其实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介绍一个一个 一个介绍 真的 那可能在前期的时候 一本摇滚客大概卖不到两三百本 可是在那个看的过程中 他们也会 会开始做一些feedback 是 然后feedback的过程中 我们就会鼓励他说 要下一期的时候 你可以写一些record review ok 对 所以 所以 那个门槛 让他没有那么高 那我们自己也认为说 是 是一个community 他应该有 different angle 我去看一件事情 我听一个音乐 因为 我们那个时候代理 或者在做的事情 没有那么局限在特定的音乐上 是啊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大量的 不同角度 不同视野 不同观感的人 对于他听过了以后的 心情的表达 那 虽然其他的杂志像余光啊 或等等有特定的critics 去霸占很长期的这个writing的rights 是 可是 我们觉得 应该有另外的 是 是一般庶民 或是一般的 音乐听众 最起码 他可以表达他自己的 而且女士还出了一本百科全书 对 那很经典耶 那时候根本没有那种东西可以找得到啊 对 那个也是非常冲动 有点说我们 我们来做完就是 结果我们花了一天 就那一天说我们来做那一天 就开始筹划筹备完了以后 分配工具 我认识什么 dirty cotton shitty open 我都是从他上面知道的 你知道吗 那一本我们大概一个月就编出来 那也太强了吧 而且连分类什么都做好好的 对对对对 那个真的对我来讲是大开眼界 把我的耳朵打开来 不过也要 也要 也要这个感谢合你 因为在报社做久了 所以他在一些编辑啊 并务工作上面是非常的完整 这本书绝版的吧 我猜 现在应该市面上也找不到 对我也只剩一本 我好像家里还有一本 我要去翻一翻这样子 对当然你会觉得现在 internet可能 home music guide 可以找到很多 可是那么有系统化的整理 然后是中文出的 那个是唯一的一本 对对就是因为 因为我应该是七零 七零左右的小孩 就是Johnny Rutten啊 Pump Generation Johnny Rutten跟我一样 1956年生的 那可是我们所崇拜的 就都是像 六零的 是 和理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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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是像六零的 The Summer of Love 他们推翻掉非常多 其中一个是把发言前 从特定的一些人的身上 拉到铁头来 嗯嗯 那第二个重大的 重大的改变 就是Can Do Culture 嗯嗯嗯 就是我也可以的Culture 嗯嗯嗯 所以这你可能刚刚在听的时候 为什么你做这个 做到做到那么多 就是因为 某种程度 大概我们有那样的协议 所以你也是被inspired的啊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 那个Culture 对对对 可是后来先认为 啊原来 那个时候 实在atmosphere 就是正是全球 都在推翻掉 过去的一个 一个世代的 的次序 在建立新的次与的过程中 尤其是 水晶开始的时候 是在解言前后的时候 差不多 那样也是 也是这个人战前后 以后世界都进入到 新的 新的这个次序 或新的 一些态度的时候 嗯嗯 所以那个也鼓励我们非常多 就认为说是 嗯 Let's do it 嗯嗯 对啊 那个不是我们想象的 那么难的事情 嗯 而且 刚好在 水晶成立没几年后 整个90是 最剧烈的时候 尤其90那一开始 会给你一个想象 alternate music 对啊 然后你会觉得另类音乐 独立音乐 哇百花几方 非常大 可是那个五大的整病 变更变化 90快结束的时候 MP3就来了 就它其实 可是 你现在在2018回去看 它是相对于 没有你想象的 延续的很长 是啊 是啊 我刚刚要说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刚刚是 说的 说的一件事 因为60 其实那个是 是整个的部分 嗯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是因为听音乐的 就认为说 音乐有非常多的 新的 战国时代 各种不同音乐 可是你知道 荷兰那个国家 嗯 他在60年代的时候 他们的 他们的国家代表队 在欧洲是算是最低的 嗯 就是因为那个 这是 这是 freedom of expression 嗯 不是只有言论上的自由 而是整个 整个mind的自由化了以后 是 第一个创造出 全能足球的 那个国家 不到十几年的时间 它就 74年它第二名 嗯 78年也是第二名 嗯 然后整个经济也是 跟着那个结构 开始开始 整个社会都改变 嗯 那台湾为什么是在那个年 刚好在转变的那股 大概水晶 大概维持了 三年而已吧 嗯 就是新台语音乐 又来了 是 对 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 就停下来 就是刚刚我在提的 全球化跟这个资本密集化 对对对对 就是市场的力量 跟全球化的力量太大了 所以以至于呢 你不得不不得倾靠到 到这个 商业机制里头 嗯 那整个的 整个市场也好 创作人也好 这个有影响你在水晶的经营上面的 策略或者是 有 也是有影响到 当然有 因为 因为 某些公司在那个时候呢 有能力有资本 市场大的时候 几乎把所有的歌手都牵下来 对 大概 大概长得可以的 能发声的 或者是能写的人全部都迅速商品化 对对对对 所以是那个是极度的垄断 垄断市场的过程 对 我们经常这样 在讲的这个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 由竞争开始 才会成长的部分 就 其实 是空话 嗯 没有一个企业希望 跟别人竞争 最好的方式就垄断了 对 我干嘛 要跟你死亡活斗的 钱我自己赚到口袋里就够了 所以 所以90到2000的时候 其实台湾 台湾的市场 是进入到了 那时候水晶没有跟着去 签很多的artist 或者是 没有 你知道我们的slogan叫做 俗美之外 还有水晶 哈哈 就是因为那个旗帜的 还是有很多人 这个不屑 不屑成为这个 commercial Artist的时候 他就会自然而乱 就是因为只有一个 旗感在来 把水晶本身这个brand 做成了一个alternative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慢慢开始也有小的品牌出来 包括说 之后的像 教头啊 风潮啊 是 混蓝龙啊 各有各个不同的 没错 没错 阿达怎么决定要把水晶结束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 那一整个全球化趋势走到最后 你不是也会调整步伐 或者是配合这个环境改变吗 那你就选择结束 对啊 就是每次我说要结束 然后大家都说你什么时候还要再开始 嗯 哈哈 对中间中间有一两次是 是重新在 曾经东山要再起的意思 还是 没有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 我的心情到现在为止 不觉得有停止停下来 OK 只是把 把业务暂时的做个停顿的状态 嗯 那刚刚你又问到说 为什么会结束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跟其他产品公司 大部分的状况很相 嗯 就是当一个产业呢 面临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 嗯 那所谓的经典的转移 因为 因为当消费者 使用的 习惯变 嗯 就是我们过去要买 买实体回到家的餐厅 嗯 回到2000年一开始 你可以在自己的家里的电脑 就可以直接回家 是 那你当你的消费者的习惯变的时候 它的供需条件也会变 是 所以商务公司不必要再透过物流 再送 送那个黑胶账片 那很多节点就收掉了 对对对对 当你的供需条件变的时候 其实 这个产业 已经不是过去的产业 它应该是崭新的一个新的产业 是 那尤其在串流那么快速的时候呢 我们使用的版权的管理 又是过去在生产式的版权管理 所以等等都告诉我们说 其实 以销售实体 我主要收录的音乐时代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大概也是顺应着 那样的结构 到最后我们也努力过很多各种不同的方式 比如我们最后 然后 水晶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水晶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是跟着乐团的 的兴起一起结束的 所以我记得我最后一张唱片是 就是 太宗的TTM 一个RAP的团体 草莓旧型 Echo 1976 水晶的善力 飘虫 等等 那时候我们采取 就是说 那这样的话 我不想要有永远的母带的使用权 母带的这个权力 我只要一定时间的使用权就好 所以我就 就以 一张的使用 譬如说说我们使用五年 三十万的制作费用 那由他们自己去搞定 后来才发觉说 当他们成为自己的老伙伴的时候 他们想办法在这个录音室非常有空的时候 就多做了一点 十万到十五万就搞定 所以他们还有多余的钱是可以支付 这个他们自己的持取的权利 那样子的话 我们就单纯的变成一个disputer 了解 而不必要去承担一张唱片 要一百万到两百万的母带的制作 那只是要拥有 短暂 大概那个时候已经到了 大概销售期一年两年了以后 他就会进入到long tail 就是要很长的时间才能 所以我在讲这个事情是 我们也做过这样的改变 适应新的转变 到最后还是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说 不是 这个不是 因为 韩国跟台湾的市场非常像是因为 我们在唱片最好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消费族群定在 十五岁到二十二岁左右 就是青少年 就要市场 那慢慢的呢 超过那个年龄的人在唱片上买不到 他们想要 所以他只能停国外的人 是 那是因为 三十岁以上的人是最有消费能力 可是没有时间 因为那个产业在转变的时候 那些人呢 非常忙碌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所有唱片 都是在停这不方便的地方 而是在那个最热闹的地方 让年轻人可以容易去的地方 所以也拒绝了很多其他消费者的市场 然后到了九零年代以后 突然之间 Internet来世了以后 请问一下 那个shift到Internet去的是哪个族群 就是十五岁到挂成了 所以他等于是把整个唱片市场 从实体的市场 更大掉了 所以突然之间 我们的实体 咚的掉下去 可是到今天为止 日本 英国 或其他地方 的实体 还是在缓慢的下降 它并没有一下不见 它有足够的 足够的 忠实的消费者 在辞成这个事情 所以你问我水晶怎么结束 其实在大环境的结构下 我们碰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是因为 这状态应该 我想要一次的事情 然后也包括 这个 我认为水晶最好的时候 在三明路的时候 可能也做了一些 结构上的改变 我们希望透过新的品牌 叫所以 认为说 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公司的制作 交给大的发行公司 做商业性的企图 那是因为我们 强烈的感受到 我们的消费者 会警告我们说 当开始我们的品位 或是我们的态度变成的时候 他就会警告我们 不准这样 所以 所以 community power 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就保留一定的 威胁是有用的 所以 在那个过程中 公司 因为 因为在 在经营上的改变 包括我自己小孩子 在治疗过程 需要非常庞大的 医疗费用 所以 一方面 内部 内部也面临 不得不 重新调整 另外是 大的环境 越趋向 大洛斯大洛 所以我 幾乎从 90末开始 我就进入 一头栽造 栽造 所谓的新环境的 研究上 也跟中华电信 也跟韩国政府 也做了非常长久 是的 所以就这样子 说拜拜了 所以 所以 真的是不见了 还是停顿下来 实际上 对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来讲 他是不存在 可是 对于我们这个 年纪的人 都还是印象深刻 他毕竟是我们 十几 二十几岁 那个成长里头 要 要去听到 有别于你说的 五大十万的世界 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地 最重要的一个原地 对啊 纯粹的回到 我自己也是消费者 或是也是爱与业者的话 从那个角度去看 水晶的一些小贡献 是因为 我们大概 大概offer了一个 叫做alternative 就是说 除了当时 在市场经营的方法 或者是市场的结构之外 我们挑战了一些 过去没有的事情 譬如说是 母袋为什么一定要花200万 才能做 嗯嗯嗯嗯 像陈明璋的现场 大概用了5000块的 这个录音费 是 那包括 赵玉豪X也大概是5万块左右 所以等等 告诉大家说 我们 我们也跟 大盆的出版是一样 跟书的出版是一样 嗯 重点是在内容 而不是在那个 在中间阶段的 那个成本 成本 叫录音的成本 是 是 虽然这个录音的 quality 不是 不是那么大 嗯 到了8090 希望也出现 叫lo-fi 是是是 非常lo-fi 我们在非常早的时候也 了点心说 你有没有特别偏爱的 在你发行这么多的 这些本土的 创作的东西里头 其实当然 在音乐心 跟态度上 是 到今天为止 还是觉得赵玉豪 赵玉豪 嗯 嗯 然后让大家都听不太懂 音乐 态度出来了 对对对 态度出来了 那当然像 我也很喜欢 呃 泪黄夏 不是后期的 他才开始做电子的 是 对对对对 那第一天来找我的时候 第一张跳 acoustic 对对对对 原来那一张可能 不存在 为什么 他原先来找我弹 不是弹那一张 他想就是后期 在一直想的那些 电子的 他最早哪个电子的 来跟你谈 本来要弹那个 可是 因为那天我在开会 他就一个人在会一次 自他其他就弹了 那我远远就听到那个声音 嗯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要跟我弹那个 他说不是不是 可是我想要这个 然后我们就 也是 应该是live studio 就是我们在studio 几乎都是 都是 都是靠 靠向是 现场的感觉 哦 所以他很有可能 本来第一张 是不是很电子的东西 结果不是 是因为你要的东西 不是电子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把它当做 他非常私密 非常私密的 非常私密的 声音记录 对 也有很多的 不放心的 但那张变成光下迷 收藏 臂力收藏 的对象 对 那一张也是 我们公司 产品都很会跑的唱片 哦 消费者 从不断的在买的时候 他说这张西衣 经常会跑不见 跑不见 那所谓的跑不见 就是朋友来家来听一听 就说 你给我啊 他就在那里 显然他当时有中那个市场 但他自己听不懂 变成是 就是Omiyake型的 然后他也是 他也是在那个时候 我相信包括 包括滚石 跟大的公司在那里 正式的在日本生产 就是鸦片生产发行的 唯一一张的台湾商品 哦 有加日本的 也是在说New Age 是 然后我们 我们有跟他代理关系 然后那一张是在台湾 在日本压版 哇 那他说他在日本的 这个唱片展的时候 那消费者都问说 哇 这首音乐好好听 他说这是法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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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看 你还是做了不少 想 就是贡献给乐迷的事情 我觉得是因为 因为 因为作品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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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发光 嗯嗯嗯 我觉得 首先有非常多的 你后来还有跟这些 音乐人保持联络 啊 啊 其实90末了以后 我就顿到别的世界 所以 哦 到了这两年才开始 啊 慢慢 是 慢慢有接触 所以最近大家都在做些什么 啊 在社区 这个 当 肯德基爷爷 哈哈 你不要拿我的词 拿我的哏 去讲 哈哈 我们在台北一个 资源不是很丰沛的社区 哦 陪小朋友 今年已经迈入到 第七个 跟音乐有关吗 还是没有完全 没有没有完全陪他们 可是我希望那个社区 可以变成是 台北 台北 啊 的 the community arts 的 重要的地方 OK 所以从去年开始我就陪两个高中生做一些創作啊 嗯 那一个是 一个是 小山的时候发现有点 有点 有点 这个 小障碍 听读上的障碍 然后写跟想很难串练起来 哦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跟他 然后他在毕业的时候是第一个小朋友写了一首词 就是说 他要变成歌 哦 那是某种艺术治疗 我觉得我们把小孩子表达 表达事情的文灌掉 尤其是在小二的时候就慢慢开始 啊 社会化 老师 不希望 很多小朋友发问 啊 所以 所以那个事情呢 就慢慢开始 小孩子 对观察世界 对心情 认识世界的路路 全部都散掉 所以 所以问问题 变成是 是最难的 回答问题也困难 因为他们觉得 只有回答正确的问题 才回答问题 才有回馈 不是忘掉 忘掉说是我不会也是一个问题 嗯 我不想回答也是一个问题 嗯 只是因为 因为老师没耐心 嗯 所以老师也害怕他不会 嗯 可是老师可以告诉小孩子 讲说我不会啊 回去我们一起来研究看看 所以 你把 你把 你把问题跟这个 回答问题的事情 在小孩子的世界拿掉的时候 他就会 会萎缩 萎缩 萎到自己的世界 对啊 所以透过那样的创作以后 我们大概 三个月的时间 那两个高中 各自起来 大概有150首左右的词 哦 而且内容很有趣的 就是从 从这个 开始对 对异性有 好奇啊 是是是 情歌啊 然后它是内心的困扰 不然就是 对社会国家的责任 哦 所以你现在还会听现在 流行或者是 独立 台湾的音乐节的事情 还是都没有了 关起来 从 从两个 两三个月前 开始 因为何东宏的关系 就认识了一个 日本的作者 是音乐的作者 然后 他写了一本是 在在弹 这个演歌 哦 那因为 因为其实我们忽略掉了 就是亚洲 东亚的音乐 特别是跟 明治以后的音乐的流动 是有其大的关系 嗯 那我们只是熟悉说 从70-80 我们接受很多的西方音乐 所以就认为我们的 我们的音乐 流行音乐的根 是是西方 是 可是你仔细的想想 60-70 尤其是歌龄 那个时候呢 西方都是日本的 在那个60左右呢 我们所有的流行歌曲 大概有九成是 日本的翻译歌曲 对对对 包括重要的作词家 也是在翻 日本的歌曲的过程中 所以在那个殖民时代 在同样的这个文化流动里头 所产生的那个结果呢 是到今天我们还是有 可是我们把那个事情 所以现在的重心 反而开始对这个研究 最近就开始在做这个东亚音乐 哦 从这个抗亦林歌运动 你开始变成一个researcher 很好啊 没有 因为那个跟产业的结构 也细细相关 OK 就是 日本 日本也是在80 906 进入到所谓的 都市音乐的阶段 嗯 台湾其实 也是在九年代 2000的时候 也受到很多 日本流行音乐的影响 嗯 一直都有把握下 对对对对 其实程度心中不同而已 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 我们自己的音乐的话 嗯 绝对不能只单向的 去看说 我们到底是从西方受到多少影响 而是 而是 日本在变成 日本现在这样的音乐的 这个流迈的过程中 其实也受了非常多 是中国的影响 嗯 像无音的音乐啊 倒会变弃音的过程中 是 有很多的融合 然后 东西方最大不同 就是歌词的世界啊 嗯 就是我们的自己 对对 我们的自觉性 跟西方人的自觉性不一样 不要 我们是 是根据我们的 context 就是环境 赋予给我们的自觉 嗯 所以在 在那个表达的过程中 嗯 那个社会性的部分的 强制力很大 确实 可是希望的不是啊 它就是object 我就是我 我看的世界就是那样 是 是 有时候我跟老外聊天 我也不知道用 哪个单字去讲 意境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就觉得那是东西方很大的 一个不同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不很好啊 你音乐到现在的这个 阶段是一个 做学问的精神 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哈哈 大概大概 大概不是学问 哈哈 或者你把音乐 变成了一个有学问的事情 那也是很棒的啊 没有 因为慢慢 到了这个年龄 有时间知道别的事情 所以回过头就在看 从8090做的音乐的时候 才第一节说 啊那个时候是因为 大的环境是那样 所以我们在那个 大环境里头 认识的音乐的市场 或是音乐的文化 是那个样的 其实不是那么的独立啊 嗯 就是 只是冷战结束以后 所有新的次序是 别人富有 所以我们认为说解音 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 就是言论自由的部分 可是实际看 到今天为止 最受制的就是 言论自由的部分 嗯嗯嗯嗯 我们用其他的方法 来旷入我们 让我们的言论自由 只能在这个框架里头 去被讨论 对的 所以那天我去看 那个时候就是完完全全是那个东西 嗯 你还会去看《版丹》 哈哈 就被阿伦那个 哈哈哈哈 哈哈 不过还是很开心 你还是会去 不断跟音乐 你知道 就是 跟他互动着 这是个好事情 对啊 在水晶 前两年三十年 可是在水晶二十年的时候 我几乎没有我自己的时间 跟我自己可以想自己的空间 嗯 嗯 好不容易到了这个六十 现在终于很自在 慢慢开始 慢慢开始 由自己独立的空间啊 回过头去看那个事情 是 纯粹的也是跟你们的一样的心情 看说水晶以前做了什么事情 哈哈 挺好的 至少你那时候都做 而且做得很前面 对啊 谢谢你讲那句话 其实我也觉得说 还好有做 对啊 还好有做 就是那个 那个trace啊 因为我可以trace back 我都没做的 嗯 谢谢阿达 哈哈 做了这么多事情 谢谢你 谢谢阿达啊 谢谢谢谢 哈哈哈